相信很多朋友都聽過這樣一句 癡情且唯美的詩句 《藥水三千,只取一瓢飲》 其實相比之下 他的後半句更加打動人心 催人淚下 就是燒雞一隻,只得一塊吃 雖然很明顯,這半句詩是我老作的 但想不到,竟然出了一宗真人真事 最近,上海飲食界就出了一件很出名的 中刊奧馬卡西事件 什麼叫奧馬卡西? 有些翻譯成《廚師法版》 有些翻譯成《廚師安排》 意思是一樣的 即是你吃什麼是廚師說的 是一種高檔的日式料理 中餐奧馬卡西也不難理解 即是用奧馬卡西的形式吃中餐 說真的沒什麼問題 高級餐廳的套路也差不多 首先,當然要預訂 現在搞機貨營銷,不會請人排隊 直接不預訂,不讓進入 飢餓很多 然後一定要服務態度好 預訂的時候順便叫你做幾份調查問卷 問你有什麼不吃? 吃飯喜歡吃硬一點,還是吃軟糯一點 要不需要檢查嗎?有這麼詳細問這麼詳細 不然怎麼收你這麼多的服務費 最緊要,都說明奧馬卡西就肯定要主廚走出來和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好,我是這裏的主廚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要上的菜式 這塊是感受多塊魚 由鬚尾頭,升班貝,三刀腩,一身鵬哥味組成的一條魚 一邊蒸一邊炸,總共有十種不同的味道 嘩,這塊是感受燒鵝和有乾坤 裡面的和花鳥,每個都是萬女挑一的 論身材論樣貌都是一等一的 厲害啊!真的很好吃啊!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廚師衣服也很漂亮 她的女裝一定很好看 我也覺得,看著她,真是飯都吃了兩口 看大家吃得這麼開心 我再送你們一個甜品,鮮花彩虹佛絲 那為什麼上海那間中餐奧馬卡西會翻車呢? 據那幫幫襯過的有錢,不是,網友所說 這間餐廳整體給人的感覺都算是比較良心 他們明明是可以直接搶錢的 但是竟然也給了少許東西給顧客吃 我也是看了這群網友的描述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是真的有貼錢買難受這件事的 而且還要是買得非常之物超所值 首先,最令這群網友懷疑人生的 就是這間餐廳的服務態度 又不可以說別人的服務態度不好 因為...是嗎? 都沒有 提前三、四個月預訂,然後到吃飯那天不准遲到 哇!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 上班不准遲到我可以理解,因為我收了老闆錢 但是吃飯不准遲到很難理解 因為我們要給老闆錢 是顛覆了我的人生觀的 我一直以為這個世界給錢的那個是大了 原來不是的,是叫老闆才是大了 即是無論他是給錢還是收錢那個 騎馬過香就打什麼功 下班推步車子賣魚蛋好過 假假的就是老闆 那間魚蛋...不... 說回中餐老闆家 不准遲到不單止 進到餐廳之後還有很多規矩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為什麼現在在吃赤柱套餐呢? 你不拿口罩給他裝湯,加到一個橙的品 若然你不守規矩,令主廚不開心 他奶是會掉頭走的 這好像有點貴 你說什麼?你侮辱我,我不煮啊 嘩,這份工作真的很向我 你想想,如果有觀眾跟我說 這期好像有一點水 你說什麼?你侮辱我,我不錄了 我當然不會不錄了 但廚師真的不煮了 整間餐廳有10個顧客,圍在那裡 主廚就走了 完全沒有退款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那主廚走到哪裡呢? 他會拿一條水喉出來噴人 赤柱套餐 你搞到顧客的心理壓力多麼大 原來我說錯話 是會連累其他人沒有飯吃的 有些網友說,這裡很明顯是PUA 不,我想到一個更加貼切的名詞 連坐 片場暴君我聽得多 廚房暴君,你聽過嗎? 都算了 最過分的是有些網友說 這間餐廳的上菜方式 真的很像餵狗 然後還有一些網友反駁 根本就不像餵狗 狗是吃得飽的 一道番茄炒蛋做好了 主廚就托著番茄炒蛋繞長一周 然後每人分少少 番茄炒蛋,每人分少少 那就沒有蛋了 大家吃過番茄炒蛋就知道了 炒蛋根本沒有幾件,你還要分 我看了一下網友列舉的部分菜品 皮蛋,兩塊 青菜,兩條 煲仔飯,一塊 牛可,兩口 當然,這些看客人的 客人口大一點就一口 燒雞,一塊皮 肉都沒有那種 說真的,我們叫外賣 吃剩下的菜 被流浪狗吃完 剩下的那些 分分鐘多過這個套餐 還有我百思不得其解 據說這間餐廳 每天只要招待十位顧客 一隻燒雞,片十塊雞皮 其他的雞皮,雞翼,雞屁 都去到哪裡了? 真的是流浪狗 雖然這種中餐奧馬喀 真的很荒謬 被人罵到七彩 但我還是很擔心他會來廣東 因為我覺得 絕大多數的廣東人 是會中招的 可能有些人會說 你當廣東人傻嗎 怎麼這麼貴,誰會去吃呢? 但你再想一想 你就會想起來 不是的,廣東人吃飯 從來不是看貴不貴的 你跟廣東人說 有間餐廳吃飯要兩千多元 他是會回你 真的? 兩千多元吃飯 肯定有很多好東西吃 間店在哪裡? 你不要這麼衝動 你先聽我說 他們要加收百分之十服務費 我每年去喝茶 他們都加收百分之十服務費 好吃就可以了 間店在哪裡? 你真的不要衝動 他們的服務態度很差 好啊 服務態度很差 證明東西好吃 有實力 那些好吃的茶餐廳 那些伙計沒有一個好老皮 間店在哪裡? 我今晚就去 你... 你怎麼說極都不明白 那些紙巾不能退 什麼 看吧 清醒很多 不入虎月 焉得虎子 好 包紙巾給他 間店去哪 我今晚去 粵菜奧媽咖啡 我敢保證 一定會有廣東人 迫不及待的想嘗試 但問題是 粵菜奧媽咖啡 是一定會出事的 因為我可以想像得到 廣東人吃粵菜奧媽咖啡 是一個怎樣的場景 首先前菜只有一年魚皮 你還要安慰自己 前菜份量少些 很正常的 然後主菜只有一塊叉燒 你又要安慰自己 不要緊 後面應該還有食物 然後就直接上湯了 騎馬過海 你拿高腳杯 裝紅蘿蔔粟米排骨湯 誰會咬你 不要了 我私人再送多道菜給你 月菜奧媽咖啡 你給的酸菜魚 隨著經濟的發展 我知道大家越來越有錢 但就像王校長所說 我們是有錢而已 我們不是有病 兩千多元 吃這些東西 日本都有中餐奧媽咖啡 都要吃兩千多元 但是人家吃的是什麼 佛跳牆魚子醬 松葉蟹 我在膽海森羊扒 然後我們吃的是什麼 哇 你老闆什麼 乾炒牛河 煲仔飯 番茄炒蛋 還是番茄炒蛋 不是說不好吃 但由我出生到現在 吃這麼多份番茄炒蛋 加起來 都未必花兩千多元 真的 你真的想體驗這一種 付很多錢 但沒得自己說 不知道有什麼吃 還未必好吃 而且又不准遲到 還有很多規矩 不小心激怒的廚師 還要被他罵 而且還要洗碗 正宗的中餐奧媽咖啡 你回家吃飯就可以了 同樣要預約 booking 媽媽 我今個星期六回家吃飯了 今個星期不行 下個星期再回來 為什麼 這個星期 我要和你老袋去泡溫泉 同樣沒得自己選擇什麼 廚師發辦 媽 我想吃肉餅 我煮什麼 你吃什麼 哪有這麼多檢渣 真的被我麻煩 同樣不可以得罪 你得罪他 不是你走我走 不是我走你走你走 媽媽可否幫我裝好飯 這麼大人 連裝飯都不懂 你怎麼可以叫媽媽幫你裝飯 你知道這件事很嚴重 不過我煩的 有多嚴重 都說了你 就是你了 總共十種不同的味道 不用攪拌 你先切一下 這裡是 我只想攪拌你背 那種鏡頭 這樣嗎 這裡是感受多舊魚 用鬚眉頭升班背 他在哪裡 這裡是感受多舊魚 神租 騎馬 這期我不一見三年 你說什麼 你不一見三年 不一見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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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見三年